都督周瑜在山头关镇 他看自己派出去的韩当周太连斩曹营二将 而且还把曹操派来的援军文聘给杀退了 周都督很高兴 特别是看到一阵大风 把曹寨中中央物籍土姓黄旗给吹到水里去 使得都督是开怀大笑 他刚这么一乐 忽然风吹他身后的这帅的旗趴这么一卷 那旗角的飘在啪 扫了周瑜脸一下 周都督突然间想起一件心事 他脸色一变大叫一声 当时就昏倒在山头上 这下子可把两边的文武猪将给吓坏 赶忙过来呼叫 连着喊带叫 把嘟嘟的腿给盘上 一边捶背 一边喊 嘟嘟醒来 嘟嘟醒来 还有些人呢 几乎让嘟嘟这个突然昏倒 给吓傻了 哎呀 咱们嘟嘟这是怎么了 这站就不能关了 赶快 把嘟嘟给抬回大营 回大营来之后 鲁肃立刻传令 让所有今天登山观镇的文武猪将 以及各个军校 谁也不许说都督昏倒山头这宗事 你不是看见了吗 你看见就行了 不许往外说 有人走楼半点风声 历然 当时就杀 特别是鲁肃嘟嘱咐大将甘宁 看住了菜中菜和 尤其是菜中菜和带过来那些乡租 他不还带过来好几百人呢吗 全被他们看起来 不许他们上岸 也不许登中 这时候呢 全营之中所有的事情 就由老成仆来管理了 成仆管理啊 那么一切主义安排 还得倚靠鲁肃 紫敬安排完了之后 赶忙跑的大仗 来看都督 赵瑜啊 是时而昏迷 时而清醒 这些人不掳肃啊 给吓着了 这怎么办 眼看就要和曹操开仗 而且今天文武跟随着都督上山头 远望曹营 人家曹操一摆那阵势 好不一眼 那真吓人啊 水陆人马百万之众 扎营三百余里 这要是水陆并进 来取江东 就这四五万人 想抵挡曹兵 怎么能抵挡得了 特别就在这最最最要命的时刻 眼看就要开仗了 嘟嘟病倒 这些人心里都像压身块石头似的 老成谱啊 这一掌管军务 卢子定先生 这个沉着劲 还使大家稍微安稳了点 可是老成谱 以及鲁肃这心情啊 是更为焦急紧张啊 两个人不言而喻 都明白 谁也不能说 他们俩人要是在意慌张啊 那今天的江东大营非乱了不可 紫静探视完都督之后 嘱咐中军 和亲随小校 好好照料都督 然后 他来见城普 城普老将 已经写好一封密书 派人是非报吴侯 这事得让吴侯孙权知道 那当然了 这多大个事啊 三军统摔大都督 突然哗叉下的摔的那是没气了 这不让吴主知道 谁担得起啊 老城普与紫静一方面申道吴侯 一方面连传密令 是各个水寨汉寨 严加防守 严防曹操前来投影 都安排完了 罗素就来找诸葛亮来 跟孔明先生把这事说说 哦 都督 突然患病 这事得告诉孔明 那当然了 孙刘两家联合破槽 你别看人家 孔明先生在江东这儿 身边没带一兵一族 人家是一个方面的代表啊 这么大的大事 你不跟孔明先生说一声 那怎么能行呢 鲁素来的小船上 一见诸葛亮 孔明一看 子静心情很忧郁 子静 有什么事吗 哎 先生 不幸啊 周都督病了 哦 孔明先生 都督的身体很好啊 怎么突然间患病了 什么病啊 不清楚 哦 不清楚 怎么得的呀 哦 先生 是有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说是都督带着我们上山去观镇 因为这两天曹头一个地排练水军 都督想看一看 正在看的时候 曹头那边派过来几只小船 还打了一仗 都督很高兴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间呢 那个起脚啊 一扫都督的脸 他大叫一声就摔倒了 哎 看来 这真是曹操之术 江东之不幸啊 可不是吗 在这关键时刻 我们大都督病倒了 这人家曹操这回得理了 如果他要得到这消息之后 他立刻进兵 就兵去江东了 军中无主 这仗可怎么打呀 孔明听了点笑 哈哈 子敬啊 我在家的时候啊 很喜欢读些医书 我粗通一礼 说不定嘟嘟这个病啊 我还能给治一治 哎呀 子敬一听赶忙起身 攻神一礼啊 这真乃国家之幸 江东之幸 三军之幸啊 先生 您随我来 咱们立刻起身 子敬陪着孔明 来到大帐 他让孔明先生 在帐口这儿等一会儿 自己进里边去通报一声 子敬来到了寝帐 一看 嘟嘟在床上躺着呢 那帐子 撂了一半 那一半拿如意勾挂着 周都的脸冲礼 是大背蒙头 旁边桌子上放着好些药 两个中军愁眉苦脸的 在那站着 卢子敬往前一探身 嘀嘀的声音 都督 您感觉怎么样啊 周瑜听见了 是子敬来 我心腹脚痛 时尔昏迷 我的心里特别难受 一会儿明悲一会儿糊涂 哦 那您没吃点药吗 子敬 我心里边呕腻 吃不些药去 吃着药就要痛 就是烦心 哎呀 子敬一想 这个病真不轻啊 都督 方才啊 我上孔明先生那儿去了 孔明先生说 他颇通一理 他会看病 特地来看望都督 正在障碍 您见识不见 哦 周瑜一听孔明来 子敬 你说我有请 好 子敬让两个中军轻轻的把都督给扶起来 围着被子在床上坐着 子敬到帐口外 就把孔明先生给请进来 孔明来到寝帐 一见都督 哎呀 都督啊 我几日未误君言 您怎么会病成这样 就是我才几天没看见你 怎么病这么厉害 周瑜轻轻点点头 先生 恕我小样在身 未能出仗相迎 望先生见谅 都督何必可逃 说着 孔明就坐在这床边这儿 子敬在对面那儿站着 他要看一看 孔明先生怎么给周都督瞧病 孔明先生真像一位看病的先生一样 坐在那边先看了看都督 哦 这子敬明白 这叫望闻切问 先看看脸色 然后又摸了摸 都督的墨弦 哎 孔明先生还真懂局呢 在左围心肝肾 是右围肺脾命 孔明一摸都督的墨弦呢 蹦 那么我跳的都撞手 说明都督的身体特别棒 哎呀 都督 您的跪体觉得怎么不安呢 就是说你怎么个不舒服啊 是着凉了 还是闹肚子啊 还是吃什么东西不合适了 食物中毒 那时候没这词 就说是怎么得的这病啊 周一听 人有胆息祸福 这岂能自保啊 就是说早晨起来还好好的 下午的头疼了 那这哪有什么准啊 孔明笑了 啊 都督 您别忘了 天有不测风云 人又岂能料之呢 孔明这话里有话呀 使得这乌鱼心里头 咯咯一下 听说厉害 孔明先生一语 就说到了我的心病 诸葛亮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说的天气变化呀 人是很难预料的 你现在呀 是盼起风烧曹营 特别是盼这东南风 冬天挂东南风的时候少 你为这个疾病了 这就是多顿你病倒的原因 几句话说的周瑜 大瞪着两个眼睛 看着孔明 孔明此时也正在看他 两个人的目光这么一对 终于赶快把目光避开 哦 他声音了一声 都督啊 您是不是心里头觉得有点烦闷 对 先生说的不错 我确实啊 心里头叫的闷满不舒 哦 如此说来都督 您应该用点良药 以解其病 孔明说这良药 不是优良的良 是良热的良 就是说你心里得有火 你得吃点败火的药 周瑜摇了摇头 不瞒先生 良药我已经吃过了 是全然无效 嗯 孔明先生 微微一笑多多啊 您这个病 主要是在气上 您先须理气 这个气顺则呼吸畅通 病体自然痊愈 哎呦 孔明先生 这话说的太妙了 你听着好像是在说病 其实啊 他一句话就说出了周瑜的心事 周獨的心想 好厉害的孔明哦 我的病源大概他都知道了 想到这儿啊 周瑜用话引孔明 先生 那么药想顺气 我应该吃什么药 孔明一笑 都都 量有一方 可与都都离气宽忠 我这儿有个小方 这药您要吃下去 你这病立刻就好了 他们的对话呀 都是双关语 都说的是病 却另有寓意呀 周獨都一听说 孔明先生有药方 可以治自己的病 他敢忙一共手 愿先生赐教 孔明转过脸去 一摆手 干嘛 告诉子敬 让左右退下 然后取纸笔来 子敬一听 哦 好 干这手活 鲁肃倒挺利索 把纸笔拿过来 孔明背过身去刷刷 写了两行字 把这纸叠好了 就交给了周瑜 都督接过来 他展开这么一看 这药方开得干净 利索 漂亮 只写了十六个字 写的什么呀 欲破曹公 一用火攻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周瑜一看 这药方 尖一下 安安打了个冷战 心里说 孔明真乃当代之神人 他早就看破了我的心事 怎么回事儿呢 嘟嘟好吗 咱们这样的 在那山头上 关着关着镇 怎么摔倒了 周瑜 周瑜开始在那观战 一直心情很舒畅 曹操的那个曹炎水军呢 他也暗暗佩服 佩服曹操 很会用兵 不过自己大计已成 破曹操之际早就想好了 你曹兵 再怎么布阵严整 也得败在我江东手下 所以都都很得意 但是突然间 那旗子脚望回这么一卷 提醒了周瑜 周瑜是站的东南 面朝西北 因为曹操大营就在西北 这旗子脚和着飘带 是因为风刮的往回这么一卷 扫着周瑜的脸上 什么风啊 是西北风 一切的使都都想起来了 这龙东季节 哪来的东南风啊 东西西北风墙啊 这要广刮西北风 这火攻击就完了 这火根本不能点的 一点的就烧自己吧 合着杀费了一番苦心 耗了多少心血 就盼要火烧曹营了 没风 这怎么能行啊 这一级啊 那是真级 都都级这没风 不是说不刮风 是没有东南风 你没有东南风 没风这火烧不起来啊 烧不起来你还想破曹啊 整个江东 就归人家曹操吧 什么蒋干道书 坎泽下诈祥书 黄带挨打 全都白费了 这都都还不急啊 他打心里忘卖 这么一急 急昏了 就躺在那山头上 把江东的文武都给吓坏了 谁也没猜透都都的病源 孔明先生怎么知道了 孔明先生开始不是问鲁肃吗 说都都怎么得的病啊 这病源是怎么回事啊 鲁肃就把这经过 怎么一说 哦 孔明猜中了都都的心事 因为没有东南风 难以火攻破槽 把都都给疾病了 周瑜一看孔明先生这十六个字的药方 他是又惊又喜啊 所惊者是惊佩孔明先生的神迹妙善 一下子就猜中了自己的病源 所喜的呢 他既然能开出这样的药方来 说明啊 他就有助我之策 想到这样 周瑜望着孔明 先生 您这个药方子开得好啊 病源也说得对 但不知道怎样才能宽忠礼器 望先生叫我 那就是说咱们呢 干脆别捉迷藏了 您实话实说吧 我现在等东南风火烧曹营 这风怎么办 孔明先生笑着 曹操 都督可在南平山为我孔明修建一座台子 这台子的名字叫七星坛 坛高九指 分三层 您给我派拨一百二十名军校 这些军校 这些军校必须听从我的调遣 稍有怠慢 我可以讲其斩首啊 然后 我孔明就在这座七星坛上做放 借三日大风 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分起 二十二日丙银时 风夕 借此风力 都督可以一举破槽 不知都督 遵意如何 哎呀 周云青在这 一个高游打床上蹦下来 像往日一样那么精神 比往日还精神了百倍 他是身识一礼 多谢先生指教 用不着三天的大风 只要有一夜大风啊 我将都大事可成了 这时旁边站着的鲁肃先生才明白 哦 感情都督的病不是真病啊 孔明先生来看病 也是装不作样 二位刚才谈的那通病理病源呢 都不是那么什么事 感情所谈的都是军机大事 这时周云都督传令让鲁肃 派五百精壮士族到南平山 建台 这消息就传开了 说是都督的病好了 文武众将 无不昏心鼓舞啊 哎 都督得病得得挺急 好的可也挺快 说这个病让谁得看好的呢 是诸葛亮 哎呀 孔明先生可真是一位多才之士啊 还会看病呢 不管营中怎么议论的 鲁肃和孔明先生骑着马来到南平山 在山头上找一平坛之处 就在这儿建七星台 孔明先生提出个要求 什么要求啊 要赤土建台 赤土 其实就是红土子 孔明先生说着呀 这草图也给画出来了 告诉鲁肃就按着这个草图建这座七星台 坛高九尺 分三层 上中下 整个这七星台是方圆二十四丈 五百精兵呢 一个个胳膊又粗粒 气又大 修个七星台还不快啊 一千万的功夫 把这台就建成了 鲁肃问孔明 先生 您还要些什么呀 孔明先生 给鲁肃开了一个单子 就按着这个单 你就给我预备这些东西 先把那一百二十名军校 给我拨到山上来 孔明先生 要和这些军校交代一番 鲁肃立刻 把这些军兵都选拔来了 孔明先生告诉 都得把这军号衣脱掉 还穿着江东士族的那衣服 不行 感情另外有套衣裳 都得把它穿上 而且七番招展也特别全 颜色不一 青黄赤薄鹤 干嘛要一百二十人呢 这个七星台不是分三层吗 第一层就是最上边那层 要四个人 第二层六十四个人 第三层二十八个人 然后谭下还有二十四个人 合在一起正好是一百二十人 七星台修好了 孔明先生让鲁肃啊 你回大营去吧 以助都督兴兵 等风一起 都督就要出兵火烧曹营了 哎自禁啊 先生 可是到了二十日 甲子那天 如果风摇不起 可也不能为怪 咱们这话得说到前面 这风也许借不来 哦 紫禁没好意思说呀 心说要是借不来 先生您可折腾什么呀 最好是借来 哎 紫禁 事有一万万里有一呀 万一借不来呢 不要让都督责怪于我 遵命 紫禁 下山走了 回大营和都督一块等风去了 到十一月二十日这天 孔明先生吩咐一声 让这一百二十名军校都把衣服换了 按着方位先站一站 记一记自己那地方 干嘛呀 这就是演习演习呀 因为今天晚上先生要登坎戒风了 这些士族啊 都戴上竖发官 穿造罗袍是风衣 不带诸驴方君 第一层台上 就是陪着孔明先生的 是四个人 四人手里都有东西 按四个街角这么一站 前面这俩 一个手持余宝为风信 一个手持七星带为风色 就是一个是管哪 什么时候起风 一个是管风向的 后边那俩 一个手中捧着剑 一个手里头提了着 谈香炉 桌子上摆着香辣 芝麻 赤豆杂粮 保顶金尊 浮沉如意 笔墨厌瓦 还有一口七星宝剑 桌子上当中放着一本没字的书 那什么书啊 诸葛亮馆的叫天书 没字吗 其实啊 那就是用白纸钉着一块呢 反正 这第二层呢 是六十四个人 按八八六十四卦 第三层呢 是二十八个人 按二十八星宿 念白了 就是二十八戌 像什么牛金牛 鬼金羊 某日姬 伟月宴 在禅下边还有二十四个人 手里边各持着 荆棋 宝盖 大脊 长歌 黄月 白毛 朱帆 躁到 天黑以后 孔明先生 是香滩沐浴 他批发赤足 身穿八卦鲜衣 先生 要登台 戒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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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